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游戏改编电影界的几个老前辈 如《格林古堡》《真人快打》《古木骑兵》等游戏比起来 可说是一个新生代 然而《秘境探险》在短短的十几年内迅速累积着声势 在封闭式动作冒险游戏的知名度可说是数一数二 然而以游戏特色而言 《秘境探险》其实在同类游戏当中相对的频繁很多 主角奈森德瑞克并不像罗达卡福特那样 拥有傲然性感的身材与让人印象深刻的造型 制作小组甚至打从一开始 就想要赋予德瑞克平凡人的特质 因此奈森德瑞克的样貌也不算特别突出 游戏更带有许多前人与同类型电影的影子 如果要说《秘境探险》系列有什么特色的话 大概就是游戏的主角奈森德瑞克 比起同类游戏而言相对的频繁吧 主角德瑞克的运气总是很差 往往玩家刚刚操纵他 好不容易过了一个难关 下一个大危机就立刻出现 然后我们的主角就要一边碎念自己真倒霉 一边想办法克服难关 他的个性也的确是个大好人 只要身边的伙伴出现各种困难 旁边的人总是有各种理由不做事 得要由德瑞克来身先士卒处理各种事件 当然就是因为主角这么倒霉 这么烂好人 玩家才有事情可做 而虽然每次解开谜底都是他 但是找到的宝物却都永远带不走 身边的几个伙伴有好的一手 苏利文与克罗伊弗瑞兹 女朋友艾连娜菲徐 也都是那种虽然很帅气 但是其实不会太过超凡的角色 以我个人玩这系列游戏的经验 我得说 毕竟探险系列 能够成为索尼在PS上的当家游戏 考得并不是角色的外形 与奇巧剧情取胜 而是玩比狗的制作团队 为这款游戏所赋予的各项优势所致 这个系列游戏的画面绚丽精美 谜题有点难 又不会太困难 在适当的时候 又有动作枪战与打斗可玩 不会让玩家在破解谜题 与手脚协调上过于沮丧 除此之外 玩比狗在秘境探险系列 为数位虚拟角色的表演 画下了一个里程碑 这是一款玩家看着虚拟角色的动画表演 会被打动的游戏 也因为这样 玩比狗在连续三部秘境探险作品的成功之后 实则靠各项扎实表现取胜的游戏 要如何靠电影化来吸引观众呢 索尼所想到的方法 是让大家都家喻户晓的知名演员 演出秘境探险的故事 而靠着《蜘蛛人》系列 名动全球的汤姆·霍兰德 就这么确评重选 这一次 电影述说的是德瑞克年轻的故事 似乎又可以稍微地回避 汤姆·霍兰德的左看右看 都是观众刻板印象中的蜘蛛人的问题 电影里的《耐森·德瑞克》 与游戏当中有点不同 他是个身手矫健 善于花式调酒的历史宅小偷 在电影的开场 他最爱做的 就是便用花式调酒 便卖弄历史能知识 跟美女调情 为了寻找从小就失散的哥哥山姆 加入了寻找麦哲伦黄金宝藏的历检 与神秘的宝物猎人苏利文 和不太相信他们的伙伴克罗伊 便互相猜疑 互相出败 便寻找各种潜藏在古迹当中的线索 同时 还要想办法摆脱富豪蒙卡达 与凶暴性感的手下 布拉多克的追杀 制作团队 早要成指导过施乐园 与猛毒的鲁宾·弗莱瑟 单纲本片的导演 这部电影当中 因此充实了各种角色间的斗嘴 与言不由衷 汤姆·霍兰德 经常在各种致敬游戏画面的场景当中 边薄命演出成龙般的特技 边与马克·华伯格吵嘴 不过 虽然汤姆·霍兰德的荧幕魅力强大 但是 比起施乐园的杰西·艾森伯格 与古迪·哈里逊的喜感 秘境探险 想要诠释的那种 在潮嘴当中建构出来的友情 还是没有那么有说服力 反而是饰演反派蒙卡达的 安东尼奥·班德拉斯 紧抓住了每一段表演的机会 只可惜 他演出的角色实在太废了 因此 在片中 也没有真的引发戏剧的张力 开玩笑 他可是蒙面侠苏洛耶 就不能多给他一点戏分吗 两位女性角色 苏菲亚·泰勒艾里 与塔利·加布利尔 则都只是称职地演出 他们应该展现出来角色的样貌 整体的动作场面 也多半都处于一种不运不活 重归重矩的状态之下 不过 《秘境探险》电影版 倒是很好的述说了 《秘境探险》游戏的主角们 为何宝物总是在找到之后落空 却还是不断持续冒险的理由 游戏玩家们 在玩《秘境探险》的时候 就算在游戏当中获得秘宝 现实生活也不会真的获得财富 那么 玩家们为什么会热爱《秘境探险》呢 当然就是玩游戏的过程咯 因此 在电影当中 解谜 冒险 与友情 才是真正的宝藏 当索利文 为了救奈森丢下手中的包黄金时 他就获得了奈森这位伙伴 也才真的因此 让《秘境探险》的故事得以展开 这是一个关于伙伴与友情的故事 虽然剧情与场面的紧凑 让这个友情故事没有太多的时间 可以让角色间的化学作用展开来 是稍微美中不足的一点 整体而言 《秘境探险》与鲁冰弗莱社的前作 猛毒的表现相当类似 该有的都有 有明星 有场面 也有特效 但是总是会觉得少了临门一角 或是画龙点睛的某些梦幻时刻 对于一般的大众而言 《秘境探险》算是够精彩 够热闹 对于游戏的粉丝而言 这可能必须要消化主角德瑞克与苏利文 宛如被好莱坞明星cosplay的异样感 而对于看过《神鬼传奇》 与《印第安闹琼斯》系列的影迷来说 《秘境探险》 也许能够做得更多一点